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在参加这个这个说一个应该也是说法了 他举个例子他说这个你很快乐 这个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 然后呢回向给你老公啊让他事业发达 结果呢你今天回家的时候呢 竟然发现说老公在跟别的女人睡觉啊 就海盗法师就说你要马上关起来 并且反应是假的 然后呢在外头打坐啊 跟自己说呢啊眼睛业障很重啊 要停下来告诉自己呢是假的 你如果当真的话就会很生气啊 这是他讲法他继续还有衍生啊 他后面讲的我觉得还蛮好笑 呃他讲说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啊 这个没有错啊 因为我们讲这个都是嘛 都是都是暂时的啊 好你手上拿的钞票 别人有没有用过 有啊用过啊 所以就说可以用就好啦 那跟外遇 外遇所以外遇没有差 钞票还不是一照用啊 他第一次是怎样 就是大家都用过所以没有差别 是这个意思吗 好然后呢在网路上面呢 他那个夹的啊 然后眼睛业障很重呢 就一直被大家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篡改了 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之前的时候看朋友传那个 传什么 呃用海涛法师的 海涛法师的那个呃 的照就是他的说法的那个照影像啦 啊然后传呃配合上什么 什么太平岛什么都是都是焦好 什么假的好 什么这些我想说这什么东西啊 然后什么眼睛业障重 是什么呀 很奇怪啊 原来是在讲海涛法师这一段 嗯 对我想这个海涛法师这一段啊 在最近在网路上被疯传 嗯 非常红啊 嗯 除了他的之外呢 大家也把另外一位法师叫做汇率法师 他有讲类似的话 有人问到就是说他老公有外遇该怎么办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呃第一个你要看开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 呃就好像你这个 计程车可以出租一样 啊反正这个就当作出租 这个跟海涛法师的讲法非常类似啊 还有Uber呢 也被这个疯传啊 我想这里面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们把问题简单化啊 嗯 第二个就是说他把这个世间法过于虚幻 因为我们在出世间法讲这个现象界都是空嘛 对 我们金刚经也是这样讲 就是反正所有项都是虚幻 嗯 所以呢他过度衍生的话 我们一般民众可能听不懂 所以一下子呢就把这个事情呢 很容易就是误解啊 嗯 事实上 世间法呢 世间人处理世间法有他的方法 那我们用出世间法来处理可能会太过头 世间人不容易接受 所以当海涛法师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网路很多苦手啊 有一些海啸法师啦 嗯 什么都出来讲 哦 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眼睛夜障太重 对 这都是苦手啊 我想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说 能不能解决当事人的困扰 我想现在像这些法师会面对在家人很多类似这个外遇的问题啊 这是的确是一个社会非常严重的现象 那这个问题的解答呢 当然没有定解啊 但是因为他们的说法让世间人譬如说出租说 幻象说 这个东西呢 世间人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在电视上呢 有一些人就批评他们了 但是要知道就是海涛法师也好 汇律法师也好 他是对他自己的信众讲的 这些信众可能听他的法听了一阵子 他们对于出自间法 比如说这个诸法如幻 诸法如梦如幻 可能有一点点的理解 或许你这样告诉他 他能够接受 这是一种转念的方法 但是对世间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你要装傻 这是做不到的 那世间人处理的方法 但第一个就说你要非常理性的去沟通 那第二个就是你相关的财产 这些问题要处理好 所以这是世间法 那我觉得说 我们常常讲就是说 法为什么像密法不能够乱传 六耳不传 就是因为他很多的个案不一样 很多的秘密在其中 你不了解 所以当我传法给你的时候 你不要对外讲 第一个会引起别人误解 第二个会被误导 那像这些法的东西在外面流传 有时候就会有这个缺点 每个人的领悟也不一样 不一样 状况也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法 当然像这些出家人 我们常常讲 世俗地跟圣义地都要圆融 就真俗要圆融 所以在说法的时候一定要善巧 为什么在八地菩萨的时候 要学善巧说法 我记得佛陀有一次呢 帮人家解恶 有一位母亲 因为死了一个非常他疼爱的独生子 非常伤心 不能够接受他小孩已经死了 就抱着小孩去见佛陀 佛陀说 我有办法救活你小孩 但是呢 你要到这个王舍城大街上 挨家挨户 去要一粒芝麻 我给你一个小袋子 你这里面要装满一粒黑芝麻 一粒白芝麻 到每一个家庭去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家里必须没有人死掉 然后他就很高兴 拿着袋子去 一家一家问 结果呢 每一个家庭不是有死的祖父母 父母 子女 孙子儿女 兄弟姐妹 没有一家没死人的 结果他空带而回 然后佛陀不用讲什么话 他领悟了 他抱着小孩回家了 好深哦 这个就是善巧 所以说法要多么善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海涛法师跟汇律法师 未必是在这个曲解了 或者是说这个曲解了 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意图 而是听的人 对 每个人的根性 秉性 领悟 环境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他是被他心中说的 拿出来被演绎 可能就会很大的误解 这蛮有意思的 好 所以就关键在于 能不能够解决当事人的困扰 好 我们要来继续 请这个情妇呢 来讲 这个金刚精 是想说看看能不能够稍微进度快一点 不过真的 因为金刚精真的不容易 你看像比如说我看这个海涛法师讲这个 他其实就佛经的某些的意理来讲 他讲的是没有错的 对 什么的事情他都是都是都是虚幻的 金刚精讲就是凡所有像都是虚幻 都是虚像 对啊 虚像 好我们上次是讲到那个 是诸众生无父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无法像 亦无非法像 对不对 你看嘛都没有嘛 是不是 所以是都假的 是假的 OK好 所以他这一句说这个 是诸众生无父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无法像 亦无非法像 是针对前面一句 就是说 有持戒修复者 于此张具能生信心 以此为始 他是说 只要你能够持戒修复 然后你就能对这些 佛陀所说的金刚精的 里面所说的这些张具 都能够生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持戒修复之后 他没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就没有我直 这个四像呢 就是一种我直 我们讲我空 无法像 就是法空 就不会产生法直 第三个 无非法像 就是空亦空 就是说空直也空 也是要空 对 连你说一切都空 这个东西都不能够执着 有些人会执着说 我已经了解了 这些都是空像 就执着在空像 对 这个也不行 所以说 为什么他们能够生起信心 因为他们没有法像 没有我像 没有空像 接着他要讲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向 则着我人众生受者 第一个是心取向 就是指我们凡夫了 就会执着于我像 若取法像 这指恶圣行者 他就会着我人众生受者 还是一样会着像 他说若取非法像 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说 取空像 就是这个 着于空 着于空 还是不行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就是不着有 不着空 空有两边都不着 就是我们常常讲中道 其实在金刚经里面 到后面都会讲到 就是不要执着于有像 不要执着于空像 就是中道 那是处在什么样 你说中道 中道就是 我刚才讲 就是真俗圆容 世间法 你要圆容 你不能说 这些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一切都不要弄了 大家不要去上班了 大家都不要积极了 就去修行了 这个就是执着于空像 我们不必一粒一修了 我们就七粒一 天天都修了 对对对 这就是执着空像 所以你不能执有 也不能执空 那就是中道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就这个意思 要去中道 所以如来常说 如等比丘 如我说法御者 法上因此何况非法 因为佛陀在过去 阿罕道早期的时候 常常举例 叫做法玉经 就是说 我们修行就好像 搭一渡船一样 这个船呢 你过岸之后 你已经修成了 这个船你就要丢掉了 你不要背着船上岸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法呢 你都不能够背 更何况是非法 过去佛陀常讲 法上因此 现在讲何况非法 在金刚经 何况非法 就是更应该舍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有不可以执着 空也不可以执着 就是有无两边 俱不可着 叫做何况非法 这个是针对 这个 这一段 就是他讲到 我们要执 就是对于 不执着 空不执着有 对 还有就是 不要有我相 法相 还有空相 主要是这三个 对 就是 虚菩提 与异云合 如来得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如来 有所说法 为什么要 突然又问这一句 对 因为前面讲说 又没有法 那佛陀到底 到底说了什么法 那又没有法可得 又没有这个 证悟的人 那到底佛陀是什么 所以他说 如来有没有得到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来有没有说法 你说法上因舍 没有法可得 那到底 那你证的是什么呢 所以他接着 就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虚菩提就说 如我解佛所说意 无有定法 明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有定法的意思就是 没有一个法可以执着 所以他说 你不能够叫他 叫做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为他不是一个定法 也无定法 如来可说 就是如来所说的法 它是方便法 没有一个固定 不变 一层不变的法 所以如来说的 并不是一个 一层不变的定法 所以如来所说的法 只是方便法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来接着他讲 何以故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非非法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要执着 所有的法都不要执着 所以不可取 不可说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 如来说法四十九年 到底有没有说 就是说不可说的意思 就是不要去执着 因为他就像刚才讲 很多的法 它是应激 它是方便 那在究竟上 它就是体性是空极的 所以就是不可取 不可说 为什么呢 因为非法 非非法 就是非有法 非空法 所以你就不要执着 非法就是说非有法 非非法就是非空法 它并不是有的 也不是空的 所以你不要去执着它 那这样人要如何精进 他这个逻辑很严谨 对 他这个逻辑 他这一套的逻辑 对对对 非常的严谨 一层一层 没错 就是说你既然就说 是无法的话 那你佛陀说了什么法 那你在说了些什么 对啊 然后你既然就说 你不要执着于 这个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在有法 也不要执着在空法 那要依循什么而修持呢 对 所以他说一切圣贤 就是依此无为法而修行 下一句就回答你了 为什么呢 一切圣贤 我们讲有三圣 这个三圣十贤 十圣三贤 三贤位呢 我们讲就十住十行 十回向 这是属于三贤位 十圣就讲十地菩萨 一切的圣贤呢 他都是修无为法 所谓无为法 就是我们讲空性 就是般若法 都是修无为法 因为修无为法 但是呢 在无为法的究竟上 都是空性 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为什么有差别 因为你在修行的赤地上 就是我们讲世间法 就是俗地上 你还是要有一个位阶 你才知道你修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是真地跟俗地呢 就是一下子讲俗地 不要执着 一下子讲真地是空向 所以我们会搞混了 他最后就是要讲中道 那你既然是无为的话 无为法的是空性 他为什么还会有分 还会有分别呢 对就是在 在有为法的赤地上 在我们世俗地的眼光上 你一定修行有这个 第一阶第二阶 像比如说菩萨有出地 二地三地 他们境界不一样 但是在究竟上 你说什么是 是底地底地 那个究竟上就没有去差别 但是在我们世间法 修行上 如果你没有给他这样 一阶一阶 他不知道自己修到哪里 所以为什么他底下又会讲 有很多很多的福德 当你修行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的福德 但是究竟上又没有福德 对 他就是要鼓励你修行 如果告诉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不要去修行了 所以他是很善巧 一步一步的引导你 对 他对 也不要去着那些像 对不对 要修 但是又不能着像 对 所以他这里讲说 离一切像的般若 本来就很难信难解 所以前面他讲 要怎么样去生信 第一个你要直接修复 第二个就是说 那既然这么难解 那他就用佛陀的东西 来视线给你看 佛陀他所证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也是在究竟上 也是空向的 所以徐菩提 余亦迎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已用不失 世人所得福德 宁为多否 那他其实就 接着他就开始 他说世事很多 对 他这个开始呢 就开始 就是我刚才讲 他用有违法来鼓励你了 他用我们这样 这样讲 就是说来较量功德 就是用一层一层 很多很多的福德来比较 让你觉得说 怎么样修空信法 会更好 他前面讲修福 修福固然重要 你会深信 接着要修慧 修慧就是修波罗法 所以他说 接着他问 徐菩提余亦迎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已用不失 世人所得福德 宁为多否 当然我们讲七宝是什么 金银 流离 剥离 车渠 赤柱马脑 这个是七宝 但当时当然是形容 非常珍贵的东西了 黄金白银 然后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 就是说 一千个小千世界 为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为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 就是一个佛所化现的世界 那三千大千世界 就代表无量无边的世界 跟我们现在的宇宙观很像 佛法的宇宙观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 所以这个就是 跟现在物理学讲的也差不多 宇宙不断的膨胀 对 所以他说 我觉得这个霍金应该要来 读一下佛经 对对 可能对他的这个理论 会有帮助 对对对 他说这个人 如果用像三千大千世界 这么多的七宝来布施的话 这个人的福德是不是很多 须佛提说 甚多 是尊何以故 是福德 非福德信 是故如来说 福德多 为什么这里要用福德来较量 就是让你觉得 你去布施的话 福德这么多 那底下讲到 你只要受 受十四具空性的毅力 你的功德更多 他就是来比较 让你觉得说 这个空性法的重要 那这个福德到底 有多少呢 就像我们知道梁武帝 像达摩问法 他说我这个 造势公身盖庙 盖了这么多庙 我有没有功德 达摩说没有功德 为什么 是福德非福德信 这个福德是像 他不是信 信我们讲 为什么没有功德 功德是信 信就是他的体性 他究竟的体性呢 就是空性的 所以你不要去计较说 我到底有布施了多少功德 在究竟体性上 你就不要去计较 所以他是 他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 就是说不去计较 然后而做这个 布施之事 是因为他是应做之事吗 就是你修行菩萨道 应该做的事 应该做 但是你也不能够 执着在说 我要去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 因为到了菩萨道 自然而生的事 对 你菩萨道 修到出地的时候 你已经无我像了 你已经没有见到位 已经无我像 所以他去做的事情 只是一种 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是 您现在听到的是 陈情富为我们讲述金刚经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今天呢 是情富生活禅的单元 我们继续请这个陈情富呢 为我们讲述这个金刚经 好 我们刚才呢 是就讲到说 须菩提言 甚多世尊 这讲到福德嘛 何以故 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事故如来说 福德多 好 那继续就说 若父有人于此经中 受持乃至四句计等 为他人说 其福圣彼 何以故 一切 对啊 何以故呢 什么叫做四句计 对 我先讲这个 前面讲 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事故如来说 福德多 这一句很重要 因为在后面很多讲这个 是什么 非什么 顾名什么 这是很有名的 就是三段论 在金刚经里面的三段论 这里是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 讲是福德 这是讲福德的像 第二个 非福德性 这是讲福德的性 那性 体性呢 是空极的 像是变化万端的 所以呢 从世间法上来讲 如来说福德多 所以这一句很重要 就是说 在后面都会 非常多的出现 但是他后面讲 是福德即非福德 他不加个性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去体会 第一句是指向 第二句是指性 第三个就是指中道 哦 对 所以 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里的非常重要 就在这里 接着我们讲就是 受词乃至四句计等 为他人说 第一个就是 有人在这个经中 如果受词四句计 如果你受词的话 就是说 你能够接受 而且奉行 叫受词 这个是属于自立的阶段 为他人说 是属于立他的阶段 你要了解 而且你要受词之后 体会才能够为他人说 所以 如果你能够受词 而且为他人说 随便经里面的四句话 你的福德呢 就比刚才前面的 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七宝 一用不识还多 哦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刚才讲 修会比修福更重要 你不识是修福 但是你修空会的话 这是修会 所以修会的意思是 修空性的智慧 对修空性 修空性智慧 跟修福德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讲 你如果资粮够了 你每天在做义工 你在布施 行善 很好 这是修福 但是对你的智慧 不会增长 所以你一定要修会 我们常常讲这个 修福不修会 大象披阴落 然后修会不修福 这个罗汉脱空波 所以福会要双修了 因为以前有一个兄弟呢 弟弟很喜欢布施 每天在修福 但是他后来转世以后呢 变成一头大象 但是身在富贵人家 每天穿着非常漂亮的 阴落背在背上 非常非常的庄严美丽 那就是只有修福 没有修会 那他哥哥呢 只修会不修福 每天在打坐 到最后变成罗汉 但是他每次出去脱波 脱不到半点东西回来 因为他只修会 没有跟人家结缘 没有布施 对 所以他没有福报 所以他就是修福不修会 跟修会不修福 都有缺点 所以布施的这个福报 是在结缘 结善缘 但不会展生智慧 对 是结善缘的意思 结善缘 所以你这里修很多的 所以他并不是 不只是一个施 对不对 不是只是一个给 而是在结一个缘 在结一个缘 另外一个就是说 第二个意思就在舍 在舍就是让你舍去 很多很多对自我的执着 所以他这个布施 有很多的用意 另外就是你 舍是在舍执着 舍自己的执着 对 因为你布施 第一个你把东西给出去 你舍不得 但是你要统统给出去 这是一种施 那在出家人来讲 譬如说他去化缘也好 是一种法布施 这也是一种布施 所以布施有很多的毅力 当然这个布施 对我们众生来讲 是一种修福的方法 但是修慧的方法 他的福德比他更多 你只要受持四聚记 这里的四聚记 你刚才问到 就是什么是四聚记 在金刚经里面 有很多的四聚记 譬如说 无我向人向 众生向受者向 这是一个四聚记 这就算四聚记了 这算是一个四聚记 另外就是我们讲着 若以色见我 因生求我 世人行 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这也是四聚记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阴作如世观 这也是四聚记 有些人是这样解释 你只要随便拿着 经里面的四聚记 去跟人家解说 你的功德就非常大 另外有人讲 这四聚记的意思 其实主要就是讲 你用很少很少的章句 是比喻很少的意思 但这解释都可以了 你只要拿这个金刚经 去跟人家解说 但前提是必须你要受持 就是你要自立之后 才能够立他 这个功德就很大 所以这里在讲修会的重要 修空会的重要 何以故 虚菩提 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所以要知道金刚经的重要 你看金刚经就说 一切诸佛 所有的佛 还有诸佛所修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诸佛跟法 都是从这个经典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个经典非常重要 这哪里是七宝 布施功德所能够比的呢 他能够让你成佛 所以修会能够让你成佛 所以这里讲到 修空性智慧的重要 虚菩提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所以他这里要给你 再加上这一句 他每一次都会再提醒你 再反过来一次 从世俗地又要回到真地 从真地又要回到中道 所以他这个 您刚才讲 就是他的金刚经的架构 是非常非常完整 就是他一层一层的拨进去 对 所以这里讲的呢 大概就是讲做修会的重要 修空性的重要 因为所有的诸佛 还有所有的法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OK 但是你不要执着他 后面又讲了 提醒你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对不对 虚菩提于银河 虚 虚陀还能做事念 我得虚陀还国 否不也 否也就不能了 对对对 这里一段呢 很重要 就是说 这一段呢 就是说在金刚经里面 我们常常讲 金刚经是对大圣菩萨 说的法 但是在这个大圣经典里面 他有一种密化僧文圣 什么意思 密化就是说 他偷偷的在度化这些僧文众 让僧文众能够从小圣转向大圣 所以叫密化僧文 偷偷的在度化僧文众 因为僧文众听到大圣会排剧 所以他在讲经典的时候呢 会讲说修会的重要 然后又在这里这一段呢 就是讲这个我们讲 虚陀还 斯陀寒 阿那寒跟阿罗汉 这四个是僧文道的四果 我们讲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出果就是虚陀还 恶果就是斯陀寒 三果就是阿那寒 四果就是阿罗汉 他有不一样的意思哦 对啊 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是他们僧文道 证悟的阶段 有四段 那举例来讲 虚陀还 譬如说虚陀还 能做事念否 我得虚陀还果否 就是说 他问这个虚菩提 他说你觉得 一个虚陀还的人 他能不能做这样想说 我已经得到了虚陀还的果呢 可不可以这样想呢 虚陀还是梵文 就是他的意思就叫入流 底下有讲 喝一顾 虚陀还名为入流 而无所入 不入 色身相畏触法 是名虚陀还 所以虚陀还是一个 生文道的出果 他的出果呢 他证悟到什么呢 就是不拙在色身相畏触法 他已经 我们讲这个入流 是入什么流 虚陀还名为入流 第一个入圣者之流 他已经进入到圣者的 这个境界里面了 所以我们讲入流 又叫育流 就是参与的意思 加入的意思 他已经得到法眼镜 进入到圣者之流 所以叫做入流 但是呢 他无所入什么呢 他对于六层境 已经不起分别 叫做不入色身相畏触法 就是眼睛看到色尘 他不会说 这个好的 这个美的 这个太妙了 这个讨厌 那个不讨厌 这个不喜欢 他已经不会有这种分别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虚陀还 就是身文道的出国 他断了三界的见货 我们讲三界呢 有见货跟私货 我们修行就是要断这个见货 见师两货嘛 见货呢 有88品 私货呢 有81品 那就是指我们的贪嗔 吃慢疑 这些东西 那一个呢 见货呢 就是讲我们的所知账 私货呢 就是讲我们的烦恼账 是这两种 那这个虚陀还 他断了什么呢 断了三界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欲界 他断了这个欲界的所有88品的见货 他已经断了 但是呢 他的私货没有断 所以呢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讲这个 他还要到人间来七次 往返七次 所以这是虚陀还 哇 这么困难啊 对对对 他能够去解这个 这个见货跟这个私货 这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已经不容易了 他才只是在身文中 他只到出国而已 出国对 接着俄国呢 等一下我们要先进广告 往后之后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情妇生活禅的现场呢 继续请陈晴富为我们讲述金刚精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们继续进行情妇生活禅的单元啊 果然这个佛法甚深啊 这以前在念那个无上甚深为妙法的时候 觉得说好像也还好嘛 其实是因为自己过去完全不解 好我们刚刚讲这个虚陀还国 它是森文道的出国对不对 对 好他虽然已经不起分别了 对于这个色身香味出法已经不起分别 能够借所知障跟烦恼障 但依然只是出国 还要经过七世的轮回 对对 好接着讲斯陀寒 斯陀寒就是恶国了 他说这个斯陀寒也不能说 我已经证到斯陀寒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斯陀寒明一往来 而十五往来 是明斯陀寒 对完全看不懂 我以前在念那个 这个比如念金刚经的时候呢 随便你 我不知道虚陀寒跟斯陀寒 他们有差别 有差别 对 不懂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什么叫一往来也完全不懂 对对对 刚才讲这个 讲这个前面的虚陀寒 它叫做七往来 就是七度来世间 轮回七次 那现在呢斯陀寒只要一往来 来回世间一次就够了 所以他还要再轮回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断了 除了刚才讲三界的建货之外 他还断了私货 他断了玉界九品中的六品 断了六品私货 所以他还没有完全 所以他还必须来到世间一次 在我们世俗上来讲 他还要一往来 但是在旧境上来讲十五往来 所以他一下子讲这个 我们刚才讲就是在向上讲 一往来 在旧境上讲十五往来 第二个呢 讲这个民入流 在旧境上讲无所入 所以他就是一直一层一层 这样你要去理解 他一下子讲俗地 一下子讲真地 所以在斯陀寒也是一样 他还要到世间来一趟 这个叫做斯陀寒 这是恶果 到人间一次来受生 那到了三果就是阿纳寒 阿纳寒叫不还果 又叫不来果 他不用再来了 因为他已经断了这个 玉界后三品的私货 除了建货通通断了 到了出果之后 所有的三界的建货都断了 所有的所滞账都断了 但是呢烦恼杖呢 就是恶果断了六品 三果呢断了九品 就是玉界的九品 就都断了 对到阿罗汉呢 就是三界 玉界色界 无色界的这个建士两活 统统断 那是阿罗汉 所以现在讲三果 叫做阿纳寒 阿纳寒呢 也不能够做事念 我得阿纳寒 为什么呢 因为阿纳寒名为不来 所以他是不来果 就是说他已经不用到世间来了 名为不来 而时无不来 而时无不来 所以我们讲如来如来 就是来也不来 这种意思就是 你可以说他来 这是世间上的说法 但是他实际上也没有来 这是在究竟上的说法 是哦 所以叫如来如去啊 其实如来的意思就是如来如去 好像来又好像没来 叫做如来 为什么我们叫称如来呢 不知道啊 对啊 我们不了解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所以是如来就是 前面讲就是说 就是是空也非空 对对对 来也不来 对阿纳寒名不来 而时无不来 这样 是名阿纳寒 因为他呢 已经断了欲戒 所以他不用到欲戒来受生 所以他断了欲戒的失货 所以不用到欲戒来受生 这是三果 阿纳寒 接着到四果阿罗汉 阿罗汉大家比较熟 阿罗汉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南传佛教 修行到一个旧静 我们就讲他是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烦恼已经断静 为什么讲烦恼断静 就是他三界的 欲戒色戒 无色戒的 见识两货都断了 前面三果呢 只断了 见货 还有欲戒的失货 三界的见货 跟欲戒的失货断了 但是到阿罗汉 三界的见货跟失货全断 都已经没有任何的烦恼了 所以阿罗汉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叫做硬贡 就是他值得我们供养 硬贡 第二个叫做杀贼 他已经杀了他所有的烦恼贼 第三个叫做无生 他已经不用到世间来了 就是不生不灭的 已经震到了捏盘 不生不灭 叫做无生 所以阿罗汉有这三层的意思 所以阿罗汉呢 其实就是一个修行 很重要的境界 我们在庙里面常常看到 十八罗汉 在藏传佛教 他叫十六罗汉 所以这个罗汉呢 是代表生文道 修行的一个果 在南传佛教 他们认为佛陀就是阿罗汉 因为他没有菩萨的概念 他们认为这个阿罗汉就是成佛了 在南传佛教指导阿罗汉 对 他没有菩萨的观念 所以他觉得佛陀修行成就 就是阿罗汉 他已经把所有的见识量 或者烦恼 统统断除 断掉了 所以南传追求的境界 就是追求到阿罗汉 对 所以这里呢 讲到这个阿罗汉 也不能够做思念 我的阿罗汉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极拙我人众生受着 就已经拙相了 所以世尊 佛说我得无真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我不做思念 我是离遇阿罗汉 所以这时候呢 须菩提讲他自己了 他自己呢 佛陀是说 他已经证得无真三昧 所谓无真三昧呢 就是说须菩提是一个 与世无真 与人无真的一个行者 他其实在小圣的法来讲 须菩提已经是阿罗汉 没错 他是一个无真阿罗汉 就是无真三昧 无真就是说 他什么都不跟人家真 这是一个境界 就是说你对很多东西 对于空性的理解 你才能够无真 说他离遇 第一离遇阿罗汉 离遇就是离开烦恼 他已经解脱了烦恼 所以他已经解脱了烦恼 所以无真三昧的意思呢 三昧的意思就是镇定 或者是就是镇定 很镇定的镇定 不是不是 就是大定 就是正确的镇 定就是按定的定 三昧的意思 我们讲三摩地 三摩地 就是三摩地的意思 就是镇定 无真三昧 就是他时长 24小时都处在那种 大定 无真大定的状态 不会跟人家 起任何一点争执 是 对 好 我们今天 大概也只能讲到这边 非常谢谢这个 陈金富呢 为我们讲述这个金刚经 我们也会很快地 把这个内容呢 剪到YouTube的 98新闻台的频道 欢迎听众朋友呢 可以再次地去聆听 因为这是挺有难度的 可能要这个反复地 来这个提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唱 转发 气轁 会判则 编号